我们上期讲过如何使用云端的远程浏览器 Hyperbeam 但是在一些场景下 我们需要使用电脑本地的浏览器 但是你有想过吗 你正在用的浏览器 可能泄露你非常多的匿名信息 即使你搭配过我们讲过的高匿名匿名方案 但是浏览器的一些默认配置 仍然会泄露你非常多的个人信息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增强浏览器的匿名防护能力 这期视频请你一定要仔细听完仔细看完 不要错过其中的任何细节 否则都会对你造成致命的匿名信息泄露风险 现在看到的就是浏览器 可能把我们的一些匿名信息泄露的点 通过WebRTC的错误配置 是可以泄露我们内网IP以及公网IP 而乱七的普通优色Agent 与TimZone的一些默认配置 是可以泄露我们操作系统的信息 以及硬件信息和失去位置信息的 默认的DNS信息 是可以泄露我们当前使用了哪些DNS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的讲解 该如何防护上面的这些风险泄露点 会详细的演示并讲解 隐私泄露的方式和它的防护方法 打开这个检测网站 是可以默认显示当前浏览器的操作系统信息 以及正在使用的浏览器和它的版本信息 那我们经过防护之后 是可以将当前浏览器模拟成是 正在运行在Lindos平台的Chrome浏览器 那这个该是如何实现呢 首先在浏览器安装一个插件 安装插件之后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防护 点击Open Setting 进入之后呢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按钮打开 关闭网站通过JavaScript检测 并且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需要它模拟的 User Agent信息 并且把这个按钮打开 打开之后点击保存 Java在使用本浏览器访问任何目标网站的时候 我们对外显示的都是运行在 Windows平台的Chrome浏览器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时区信息泄漏 时区信息泄漏呢 就是通过浏览器的默认配置 是可以泄漏我们当前浏览器 正在使用的默认时区 比如说我当前是在新加坡 那我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代理方式 浏览器都可以通过时区信息检测 就可以大概猜测 我本人呢是在新加坡 那我们该如何隐藏自己的时区信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最终效果是 我可以将我的时区信息 模拟成任何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将我的浏览器的时区信息 模拟成在美国的 芝加哥要想防护时区信息的泄漏 我们首先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安装插件之后呢 根据我们的需要 选择浏览器需要模拟的任何时区信息 比如说我们将浏览器模拟成 使用美国的芝加哥时区 那这个时候我们访问任何一个网站 网站都只能获取到我们模拟之后的芝加哥的时区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解的是 Web RTC隐私泄露 Web RTC的隐私泄露呢 实际上是可以泄露你的公网IP 以及你的内网IP信息的 如果我们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任何网站 目标网站只能检测到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代理服务器的公网IP 但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Web RTC的方式 也能检测到我们的内网IP信息的 现在看的就是如果我们访问了一个启用了Web RTC服务的网站 它是完全可以获取到我们当前内网IP 以及正在使用的本人IPv6地址 以及正在使用的本人IPv4地址 它是完全可以绕过你正在使用的代理IP 那么我们该如何防护自己的IP信息不被泄露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经过防护之后 目标网站只能检测到我们正在使用的代理IP 是没有办法获取到我们浏览器内部的任何隐私IP信息的 我们来讲一下防护方法 同样还是浏览器安装一个Web RTC的插件 并且激活这个插件的防护功能 此时我们再用这个浏览器 此时我们再用本浏览器访问任何目标网站 即使目标网站启用了Web RTC的检测 也是没有办法泄露我们任何隐私IP信息的 我们来讲一下下个泄露点叫做DNS泄露 经过我们上面的一系列防护之后 访问了任何一个目标网站 其实目标网站是可以经过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DNS服务器 检测并推到我们本人所处的位置信息 DHCP获取到的DNS信息是运用商分配给我们的 而运用商分配给我们DNS信息 一旦被目标网站检测到 是可以大概推断出我们本人所处的位置的 比如说经过DHCP联网之后 运用商默认分配给我们了DNS的Sero 当前网站是可以检测出我们正在使用的IP信息 反推出我们本人大概所处的位置 一旦DNS没有进行好防护 是可以通过DNSSero来泄露我们个人所处的位置信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防护之后的效果 经过我们的防护之后呢 所有的浏览器检测的DNS Server 都不会泄露运用商分配给我们的DNS 而是使用我们防护方案中所使用的DNS 我们以火湖浏览器为例进行相关配置 首先打开浏览器的设置界面输入DNS 我们可以看到浏览器的默认配置 是没有激活通过https获取DNS信息的 那我们可以首先激活 并且配置使用https获取DNS信息 点击这个按钮 并且选择沃润的使用Cloudfire获取DNS 经过这样的防护之后 浏览器访问任何网站都不会出现DNS泄露的风险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防护呢 我们打开货网站 测试一下浏览器的匿名得分 经过测试之后呢 我们得分呢是80分 整改信息提示我们当前浏览器所使用的语言 以我们正在使用的代理IP所在的国家语言不符 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同样我们以火火浑浑器为例 打开浏览器的设置界面 找到语言设置 修改当前浏览器所使用的语言信息 仅设置并使用与IP地址所相符的语言信息 我们此时需要将中文删除 并且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检测 经过检测之后呢 我们的浏览器已经完成了100%的伪装 最后呢 我们将本视频所有的关键防护点整理出来 一起再看一下并加深印象 首先我们需要修改浏览器的UseAgent 安装插件并进行一些简单的配置 同样关于浏览器的UseAgent 我们也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我们也可以安装另一个插件 并且进行简单的配置 来修改当前浏览器的UseAgent 第二点我们需要修改浏览器的时区 安装插件 选择并修改我们需要模拟的任何时区信息 第三关闭当前浏览器的WebRTC 以防止个人的IP信息泄露 火狐乱暗器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谷歌乱暗器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针对乱暗器的UseAgent的检测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查看当前浪暗器正在使用的UseAgent的信息 是否如我们预期 检测当前浪暗器的时区信息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查看当前浪暗器的时区信息 是否已经进行伪装 查看当前浪暗器正在使用的代理公共IP值 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查看正在使用的IP信息 而检测WebRTC信息是否泄漏呢 可以打开这个检测网站 查看当前浪暗器是否存在内网的IP信息泄漏 如果只出现了我们正在使用的代理IP信息 而下面没有出现任何我们真实IP信息的话 就已经解决了WebRTC的IP信息泄漏风险 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正在使用了哪些DNS Server 打开这个网址可以看到正在使用了一些本地的DNS Server 那为了解决这个DNS漏漏呢 我们需要打开浪暗器的设计界面 启用浪暗器通过httbs获取到DNS信息 并且默认配置使用Cloudfire 而不再使用运营商分配给我们的DNS Server 最后打开货网站 进行我们当前伪装的得分测试 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 我们还需要删除浪暗器的其他语言 删除之后我们进行最后的测试 可以得到当前浪暗器的伪装得分已经是100分了 这个视频讲的内容比较多 请你一定要仔细的听 仔细的看 并且访问上面的测试网站 自行检测当前浪暗器是否泄漏了个人隐私信息 如果大家还需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也请留言反馈 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